今日说法 非常不坚强的真意 稍后 今日说法 即将会播出 逃出来的罪子 这是2013年9月13日 江苏省涉阳县人民法院 一起交通肇事索赔案的庭审现场 原告方陈建梅 方建飞母子 状告某保险公司 要求对方赔偿保险金12万元 而被告方保险公司 拒绝进行赔偿 在开庭时 被告方的代表 及委托代理人 并没有到场 只是向法庭递交了一份大便状 各位好 2013年2月12日 是农历舌年的大年初三 这个本该喜庆欢乐的日子 却成为了这个不幸事件的起点 2013年2月12日 农历的大年初三 这天 涉阳县何德镇的村民方德高 带着妻子和儿子到岳父家去拜仁 当天下午 方德高的妻子陈建梅 惦记家里养的鸭子还没有胃 就先回了家 方德高和儿子方建飞 则留在了岳父家吃晚饭 饭桌上 气氛很是热烈 一番推杯换盏之后 大家有了几分罪意 当时我就是亲戚们都是说 直接在这睡觉 我爸说就是 不了我们回去回家 然后我当时也没有 晚饭之后 方德高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他谢绝了亲戚的挽留 骑上了摩托车 带着儿子出了门 据方建飞回忆 当时摩托车的时速 在60公里上下 行驶了大约15分钟后 方建飞突然赶到 摩托车和前面的什么东西撞上 我就从摩托车后面飞了 就感觉这里飞了 然后就走到地上 几分钟后 方建飞从昏迷中 清醒了过来 他挣扎着站了起来 发现父亲方德高 躺在自己身后几米圆的地方 我父亲就是躺在地上 然后碰到我父亲的时候 我父亲就是 脱身去 因为当时 方建飞坐在摩托车的后座上 他并不清楚 前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方建飞马上打电话 给母亲告知了情况 又拨通了120的机器电话 随后赶来的救护车 将方德高 方建飞父子送到了 摄阳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 经过诊断 方德高的伤势非常严重 GCS评分是十分 这个十分呢 就是中度昏迷的指标 然后急诊CT查 这个呢 就是一个中度的 开放性的颅脑外伤 方家父子被送往医院后 路过事发现场的一个行人 拨打了110 报了警 摄阳县公安局的交警 立即赶赴现场进行了勘察 我们赶到现场以后 再看到一辆摩托车 现场遗留有 四十岁的美物的一些 散落物和碎片 跟造这些物品 经过细致的现场勘察 警方对这起事故的性质 有了初步的判断 根据现场上面的看下来 应该是摩托车追尾事故 追的是什么车 现在暂时一些不清楚 等待调查吧 但接下来调查的结果 却让警方很是疑惑 在事故现场及周边区域 并没有发现损坏的车辆 110指挥中心 也没有再接到相关的报案 这辆被追尾的车 为什么驶离了现场呢 车上的人会不会也受了伤呢 事故现场位于 摄阳县郊外的一条乡村公路 周边没有监控视频可以调去 警方对附近居民的走访 也受效甚至 在事故中受伤的方德高 方建飞都在医院进行了手术 之后进入了重症监护病房 手术之后 儿子方建飞逐渐好转 而父亲方德高的病情 则在不断恶化 刚开始的时候 他来的时候可以叫他 他能清楚地能回答你的问题 但是随着病情的加重以后 他会逐渐昏迷了 他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医生对方德高 进行了全力抢救 同时警方也对事故的调查 没有停下脚步 根据现场提取到的车灯等碎片 警方判断 涉案的应该是一辆红色的汽车 同时警方分析 车主在事故后 很可能会去修车 于是他们对涉案线的几个汽修厂 展开了摩排 请你看一下 这个车子是什么灯上面呢 什么车子是车型上面呢 好像像什么后面尾灯 好像像电动车那个后面尾灯 你最近有没有修住这样的车 这个车我们进度时间没修过 在汽修厂警方了解到 这些碎片应该来自于一种四轮的电动汽车 这种以蓄电池为动力的新型交通工具 最高时速能达到60公里左右 目前在涉案线购买和使用的人并不多 接下来警方走访了几家电动汽车的经销店 终于在其中的一家找到了相同型号的电动汽车 因为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情况 他家不是卖这种山东产的电动汽车 而近期他一共就卖了四辆 这种品牌的车子好几种颜色 这种红色的这么一辆 车行的老板还告诉警方 这个购买了红色电动汽车的人叫唐成 几天前他还曾打来电话 说车不小心撞坏了 要来店里换配价了 后来他觉得价格太贵就没有过来 这个唐成会不会就是那个在事故后 一看现场的人呢 警方立即对唐成展开了重点调查 唐成今年55岁 涉阳县苟庚镇人 2013年2月20日 警方在唐成的家门口 看到了这辆尾部已经损坏的红色电动汽车 警方还注意到 这辆车并没有悬挂正规的启动车牌照 我们去的时候把车子的这个散动物就带出去 那个是把车子让我们的车子跟那个指定带出去 他还没修 上一部车子很好 一模一样 面对警方的讯问 唐成承认 2月12日那天 自己驾驶电动汽车出了事故 他交代了事情的整个经过 唐成说那天自己在家里喝酒 来串门的侄女让自己送她回婆家 当时她刚喝了一两白酒 放下酒杯就开着车拉上侄女出发了 同车的还有唐成的一个侄子 唐成说当时因为侄女告诉他路走差了 他就把车速降了下来准备掉头 这个时候后面的一辆活动车 追尾撞上了他的车 听到声音呢 听到声音他们 我的侄女看到说人家倒下来 就是车子无打车倒下了 对于事故发生之后 为什么没有停车也没有报警 唐成是这样解释的 我对方想停了 停下来 我回来找我说的 其实不要停 说不停 停了怕骂人不能用 我得想象于这个 一停下来 人家撞了 家路撞上了什么东西 他不要你看 什么东西 就是这样一样 一知无相 车祸伤者不幸申望 现在心情特别的 就是重用 驾车逃逸 他该承担何种负任 他一直陪不出来 我都坐牢就不会进 本院感觉不像 逃出来的罪责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2013年2月23日 唐成归案后的第三天 方德高因为伤势过重 医治无效死亡 根据公安机关 出具的试检报告 方德高的死因 是交通事故 导致的颅脑损伤 方德高去世时47岁 妻子说他们结婚21年了 日子过得一直很清贫 除了这张结婚照 两个人甚至没有照过 一张像样的合影 近两年来 方德高外出打工 每个月能往家里寄回 2000多元钱 生活稍微有了点起色 还供了儿子上了大学 可这场车祸 将刚刚到来的幸福 无情地撞碎了 为了支付 父子俩的医疗费 家里已经一贫如洗 还借了十几万的外债 方简飞商誉出院之后 也办理了休学手续 现在心情特别的 就是沉重 以后的家里 单子都在我一个人身上 当时就是 父亲家的时候 也不知道有这么大 这么大的压力 在这起交通事故中 唐城酒后驾车 事故发生后 逃离现场 而且经过调查 唐城从未取得 机动车驾驶证 根据调查的结果 警方对事故的责任 进行了认定 唐城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之后 唐城被移交检查机关 向法院提起公诉 追究刑事责任了 法律规定呢 就是他 机动车驾驶人员 在那个发生事故后 应该这个保护现场 抢救商言 他那个逃离现场 那个导致事故 无法认定 所以呢 就是推定他 付事故全部责任 所以他承担行事责任 承担交通照顾的行事责任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死者方德高的家属 向法院 递交了刑事附带民事诉状 要求被告人唐城 赔偿52万余元 此外 由于唐城表示 自己肇事的电动汽车 上了保险 原告人向其投保的保险公司 也索赔12万元保险金 我是没有办法 他 当时我家丈夫嘛 不是在这个 宾仁国嘛 宾仁国我没有钱 就安账他 如果拿不到他家的一个钱 我 又要向人家支钱 把他安账了 对于赔偿要求 被告人唐城表示难以承受 他说 他的家里经济来源主要是靠种植的五亩算台 每年的收入不到一万块钱 去年 他和老爸外出打工 攒下了四万元钱 今年初 他的女儿又刚生了小孩 自己想以后 接外孙上幼儿园时方便些 就狠了狠心 在1月25日 花四万两千八百元 买了这辆电动汽车 没想到 车买了还不出一个月 就出了事 唐城说 家里现在真的没有积蓄了 死者家属和被告人唐城 一直没能在民事赔偿问题上达成协议 为此 诸审法官在双方之间做了大量的调解 对这个赔偿数额 你家怎么想的 那肯定是赔不了吗 不能接受 肯定不能接受 这个交通造势呢 这个赔偿呢 是一个对量刑 是一个重要的那个考量 就是如果那个达成行业 对取得对方量刑 那对唐城的刑事部分处理 会那个起到和好的那个作用 可以重新处理 赔偿可以不要赔偿 就是在我家能力范围内赔偿 你家有一点 信仰能力气一点 在受害人这边呢 我们呢也做了一些调解工作 就是一个指出呢 在这个事故发生吧 就是作为受害人这一方 其实也是有那个教训可以吸取的 就是他们这一方 就是也有伪张的情节 但是呢 他那个判决事上 他那个职人认定上来 不信的逃逸 就是你如果从法理上讲 他就应该对方负全责 但是在调解上呢 考虑到这个被告人的这个家庭情况 这个实际一个给付 最终在法庭的调解下 原被告双方达成了赔偿协议 这份调解协议书分为三个内容 第一 被告人唐城 赔偿民事原告人十万元 第二 唐城涉案的电动汽车 归原告人所有 第三 保险金由原告人 向保险公司索赔 与被告人无关 同时 被告人唐城 对自己在事故中的逃逸行为 极为后悔 2013年6月19日 江苏省涉阳县人民法院 依法对被告人唐城 做出了刑事判决 死者家属获得了赔偿金 被告人也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看起来这起交通肇事案可以画成一个句号了 但是不久之后 死者家属又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 诉状中说 肇事的那辆电动汽车所投保的保险公司 拒绝进行12万元保险金的理赔 那么保险公司为什么拒绝理赔呢 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发现 问题就出在了那辆电动汽车上 在刑事件中的时候我就发现 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交通肇事 保险赔偿的问题 因为它不是普通的交偿险 保险者也不认为 这都是我们不是好像不是交偿险 他当时就说了我们不赔的 后来没办案 在我个人认为保险公司 根据审认识信用和法律的精神 应该要赔的 在此前的交通肇事案的审理中 被告人唐成说 他购买电动汽车的时候 厂家曾送给他一份保险 但法官在调查取证时发现 唐成的电动汽车投保的 并不是强制险 而是一份特种设备安全责任保险 保险公司将这个险种 定义为一种商业保险 唐成所说的强制险 全称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在这张标准的交强险保险单上可以看出 交强险规定的保险金额总计12.2万元 如果唐成的电动汽车上了这种强制险的话 那么保险公司理应在第一时间对事故的受害者进行理赔 这个交强险它是受到国家这个条例的常势性规茫 对于无证驾驶的还有这个酒驾的 是由保险公司先垫付 然后向高市方追查 这么一个制度 但是对于这种逃逸的 是由道路救助基金先行垫付 然后再进行追查 它实际上交强险完全保护了受害方的利益 被告方保险公司认为 特种设备安全责任保险有别于交强险 该险种除了主险外还有附加险 而附加险是只有商业保险中才存在的 而且在该险种的免责条款中明确规定了 在被保险人发生饮酒逃逸等情况时 保险公司将不负责赔偿 据被保险人唐成讲 他买车时商家的确说送的就是交强险 但保险单是他在因交通肇事被刑事拘留后 才寄到家里的 之后他也没有仔细看过里面的内容 记者在街头随机的采访中也发现 的确很少人会在投保之后 去关注保险单里的具体条款 在买车的时候您上保险的时候 您会认真的去看保险单的内容吗 一般不开 再用那模型就行 我们就关心一下 这个出了事故 有哪些赔付啊 买了哪些保险 我自己要看 调查取证 法官得到了普通的答复 我们就认为这场钱 因为那个 案情复杂 法律的天平将如何权衡 过去的利益 过去它的负担不对的 这个是一个疑惑 逃出来的罪责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当时售车给唐成的商家 已经将门事转手了 不知去向 但法官在走访一家经销相同品牌电动汽车的商家时 也得到了同样的答复 经销人员在对交强险与商业险区别的认识上 的确是含糊 那么电动汽车的生产厂商 为什么不直接给购车人投保交强险呢 法官从生产厂商和保险公司两方听到了不同的说法 你们这个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保得到吗 可以 那你们为什么不拯交强险呢 公司正受了是领导决定的 这种车 你俩不承认是不是这种车 现在就是没有的 对他推出的交强险 保险公司解释 由于此类电动汽车无法上交强险 所以厂商只能按特种设备将其投保了商业保险 之后记者从交警队了解到 此类电动汽车在行驶时速等指标上 已经达到了机动车的标准 当时警方处理此案时 也是按照机动车肇事来认定的 尽管如此 至今有关部门 对此类电动汽车性质的认定 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它行驶的速度达到了机动车的标准 大家的自动性能 一些标准达不到机动车的地方 所以我们车艺务部门上不了牌照 他们已经在公信部的目录 好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刘俊海教授 刘老师 我们本案中说的这个电动车 它属不属于机动车呢 机动车是指用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 上道路行驶的轮式车辆 但是有一些个虽然用动力装置驱动 但是除非满足了国家规定的特殊的三个标准 那就是设计时速 空车质量 加上这个外观的尺寸等等 它就不属于机动车 那么就于我们现在生活中能看到的电瓶汽车而言 有的呢也列入了国家机动车的产品目录了 肇事车主唐成 驾驶的这种观光汽车呢 它没有纳入国家机动车的产品目录 所以保险公司呢 也不为何作为投保人的山东的这家汽车船厂商 签订交响险合同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交响险 只适用于机动车给他人造成死害的情形 在庭审中 袁道方认为 虽然厂家给电动汽车投保的是特种设备安全责任保险 属于商业保险 但此险种可以等同于交抢险来进行预赔 我们主要是看那个数额 数额的话 它是 它一个总数 它是12.2万 其中一个死亡 产品非常硬是1万 医疗费也是1万 财产准是2千 真的跟我们的那个是以前看到的抢险保险是一样 我们的那个肯定是抢险的 在法院开庭审理本案时 被告方没有到场 只是向法官提交了一份答辩状 答辩词中解释 特种设备安全责任保险中的各分项限额和12.2万元的保险总金额 与交抢险都是相同的 这只是一种巧合 在记者的电话采访中 保险公司给出了相同的答复 在审理中 法官还发现 这两个险种的各分项限额和保险总金额虽然都相同 但特种设备安全责任保险的投保费是300元 比交强险950元的投保费要低了很多 这种就是获取的利益 它的负担不对等 这个是一个疑惑 也是当时的一个疑惑 后来我就查一下知道 比如说不同的选种之间 你是不是应该规定不同的这个赔偿金额 就是说你跟这个保险费是不是匹配 这个方面资料也没有 这么保险行业不知道怎么规定 在随后的审理中 严告方表示 就算电动汽车投保的特种设备安全责任保险 最终被认定是商业险 那么保险公司也应该对本案的被保险人 也就是肇事电动汽车的购买者唐成履行告知的义务 针对原告方关于告知义务的阐述 被告方是这样回应的 面对原被告双方的争辩 法官也感到此案的审理相当棘手 在判决上存在了较大的难度 类似的案件困境主要在于 他从电动车上路行驶 交警部门 把他也作为机动车对待 事故认定方面 可能也是按照机动车来定他的驾驶人的事故责任 但是处理到民事赔偿方面 他又没有行驶证 又没有交响刑 不能完全使用机动车来对待 就是赔偿受害的这个标准 2013年12月5日 江苏省涉阳县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 做出了如下判决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 第六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版四十四条 指规定判决如下 请全体起 活为原告 曾建伟 方建伟的受用请求 核心的一个依据就是这顺序一份商业写 必须严格当事人的严格按照当事人在这个保险合同当中的约定 不复这个判决 法院肯定有他的难处 但我认为当事人一定是想上诉 电动汽车作为一种新型的交通工具具具有节能环保等优势 那将来会成为更多人的选择 但是任何一种新产品上市都应该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 那么尽早规范电动汽车市场 避免类似的法律出规范的出现 对于本案的受害者来说 对于广大的消费者来说 都不应该是一个奢求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继续说法 感谢刘老师参与今天的讨论 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中华频道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